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30 今天是礼拜几 礼拜四 礼拜五 不是礼拜四 就是礼拜五 正好感觉这一天又回山东老家 今天开车 我靠堵死了 节田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路上那么多人 而且到处都是交通管制 本来想走陕海高速的 大概能够晚上八点多到家 你结果陕海高速入口给封了 现在只能 往往前看看 只能穿梭在底下 上不了高速 这是在江一旁边的某一个小镇上吧 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要走到哪个小镇上了 反正跟着岛上走 今天看了一下地图 陕海高速 金户高速全部是黑的 平常堵成山洪子 今天全部堵成黑的 我们本来想跟着百度地图绕一下 把堵的那一段绕过去 结果谁知道 到处都是交通管制 这个高速不让上 那个高速也不让上 估计 今天赶回家的概率不大了 所以就放弃了 随缘走 随缘开 什么时候到家就什么时候到家 大概率是5月1号能到家 哈哈哈哈 嗯 堵得心烦 每人一根雪糕吃起来 慢慢走呗 走不能心急 万一擦了车 亏大了 我们一会儿去找地方买个鸭脖 再买个猪蹄 是吧 路上开的 对的 反正已经放弃了 开鸭脖 开车嘛 下午5点20了 我们从11点多 从上海出发回山东 已经走了有5多小时了吧 现在还在江一呢 还没有过江一大桥 堵到怀疑人生了 刚才那个人就溜达了一圈 能看见吗 应该可以 我刚才从水底上看到 正是准备上江一大桥呢 堵成这样 估计一个小时也上不了桥啊 过了长江就好了 苏北那一段没有这么堵 苏南那一段堵成屎了 堵成祥了 我说话都没力气 堵得没脾气了 我就在想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好好的5亿 我不在家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重点是你5亿之前都到不了 现在显示是5月1号凌晨 就是12点10分 能到了山东 这是乐观的 天呐 我发现了 5亿和十亿啊 不宜开车出门 都去坐高铁吧 坐高铁肯定比这个快多了 订不到票 高铁订不到票吗 订不到票 而且机票都是原价的 今天也奇怪啊 今年5亿是因为 以前5亿就连修个三天 今年直接连了5天 然后大家都敞开了 然后连30号都请假 我们今天全天堵在路上 到现在还没 开了有100来公里吧 还没有过长江 开了从630 现在开了520 开了110公里 已经马上5多小时6个小时了 我们中间为了躲避护五高速呀 什么深海高速的一段堵 从国道上走了 走了大概有90多个红绿灯 好不容易绕了两大段 特别堵的地方 然后这段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了 再绕就过不了江了 我觉得前面肯定是出车祸了 显示是 没有车祸不可能堵成这样 大家都老老实实走 怎么可能堵成这样 这是上金户的吧 上金户的 这是上金户 过江一大桥 过长江呀 要不是过长江 谁走这个路呀 大家都绕过去了 没有脾气 2.7公里 刚才预计31分钟 我觉得这个预计特别的乐观 哎 看见吗 拍下我手机能拍到吗 看看 怎么的 能看到吗 看一下啊 能看到吗 应该可以 现在这种深红色的 还有8.3公里 还需要1.1个小时 还需要1.1个小时 看看能过江吗 过不了 没有 才上 才是上影桥 天呐 1.1个小时 哎呀 早知买鸭脖了吗 亏了吧 亏了吧 买鸭脖 啃着猪蹄 亏吧 你说亏吧 没有鸭脖 没有猪蹄 在这干后 哎 下回有经验了 一定要买好鸭脖 砍猪蹄 我们为什么挑了个4.30号往回走 哈哈哈 那你是说五一吗 感受一下五一 五一也不行 至少要五月三号 五月二号就好了吧 啊 五月二号 哎呀 算 竟然已经在这儿了 我们很多年都不出来凑热闹 难得今年凑个热闹就已经这个样子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富裕了 家家都有车 都开车回去 结果就都是这样了 说明中国经济好呀 大家随便请假呀 4月30号就可以不上班呀 已经连放五天假了 还可以继续请假呀 你在美国你请几假看看 美国肯定也可以请假 可以请了 不会是像中国这样子的 随便撬的 堵的还看不到头啊 看看对面 畅通无阻 对面能开到120码 我们这边连二码都没有 堵的不动它 看个兔子都假啊 现在显示明天凌晨12点41到山东 马上要天黑了 我还没到苏北呢 我还没过长江呢 没看到吗 有美女出来了 我真的来了 踩顶了 踩风了 她觉得她走的都比我们开车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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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着视频往外看 你不要给你拿眼往外看 好的好的 哎呦 真的 走的都比我们开车快 速度基本为零 看下边就是今后高速 我们一会要转到今后高速的车去 一点都动不了啊 组成停车场了 估计天黑之前过不了江了 看一下吧 金户的停车场 一屁股红灯就是走不动 我马上也要拐到金户上去了 现在看天黑是指定过不了江了 明天一点之前 能到家就不错了 现在到了晚上九点半了 还在金户高速上 到了高游这个地方了 堵啊 看见了吗 纹丝不动 前面好多司机在下来散步呢 越来越多 都串车 看样子 要凌晨三点才能到山东啊 你能看到我这边往串车 对啊 司机都下来开始散步了 天哪 什么情况 串门 因为啥堵呀 说是出了事故 但是事故已经堵了五六个小时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我为什么在这里啊 填一把嘛 填一下嘛 中国是放假的 哎 现在是 你看九点半 还有多少公里到家 还有三百三十五公里到家 从上海到山东总共六百三十公里 一半还没有跑完 嗯 十一点多到现在 十个小时吧 将近十个小时吧 我为什么要出来凑这个五一的热闹呢 以后呢 五一十一啊 这些小节啊 把定节假日啊 坚决不要出门 在家里看电视的不香吗 对啊 所有说都不懂 现在要求也不高 三点前能到家就不错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了 终于到家了 我的天呐 总共六百公里多一点 走了有十五个小时 累死了 累傻了 中间心态可能有点崩吧 我觉得就是想不开 我说我好好的在家里蹲着 我干嘛去出来凑这个热闹呢 我什么时候回家不行啊 偏偏挑了一个五一 不信邪 结果堵成这样堵成了响 还好有人劝我 很多问题就是要想得开 想不开的话 长久我就会出问题 影响工作 影响生活 就像今天这样子 想开就行呗 就当做是一次体验了 如果说以后再要回家的话 那肯定就不会挑五一和十一了 如果再挑五一和十一 让我出门就爆胎 好不好 今天就这样 再见 累死了 休息了